假设18到30是青年 然后再来30到65 算壮年 因为 以前是到60吧 不过现在好像65岁还蛮健康的 而且都 精神都很好 那如果65岁 算老年好了 假设啦 我们这只是一个大概 如果要做一个逻辑的判断的话 那当然目前是两重的逻辑 那如果要多重逻辑的话 第一个记得 他这个 如果你要在逻辑里面再区分逻辑的话 第一个 记得在if的下方 利用什么呢 叫一个 其实打一个e它之后会出现 叫elif 叫elseif elif里面的话 特别之后它的用法其实跟那个 就是一幅的用法还蛮接近的 就是呢你空一格之后的话 给它一个逻辑叙述 那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去判断什么呢 在这个底下就是在区分就是18岁到30岁之间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第一个 一样用一个h h怎么样呢它如果是大于 但是大于等于18岁 另外呢有个条件呢 而且要是在30岁之内 所以多一个逻辑叫and 刚刚有提过and 好然后呢这个h如果是什么呢 假如是大于的18 而且是小于等于30的话 加一个帽 OK结束的话 OK习惯一定要这样 enter过 不过特别之后 那你会把enter它自动会有个tape 所以你就不用再打tape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我不要叫 我把它复制一个好了 这边叫做青年 假设这边的话呢 如果呢这个范围之内的都是青年 OK 那这样的话呢又多一个逻辑了 接下来的话呢 我又多一个希望再多一个逻辑是 在30岁到65岁之间 35叫壮年 OK 那我还是壮年 OK 好那假设了 我在这个range里面 那其实一样逻辑 习惯上怎么样 干脆就复制一下就好了 所以呢把它选取 ctrl键按住拖拉过来 然后呢就直接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有时候逻辑一样 那这边就把它改成什么了 如果它大于等于30 而且小于等于65的话 OK 那这个就是壮年 那当然一样 一直在推 所以以后你就一直往下就对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把那个壮年输出 其他的话呢 剩下就老年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边写一个 else if h如果什么呢 大于65岁 老 不过其实好像应该就是剩下来的 所以else也可以 那这边的话就一个老年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多一个 叙述 那我这个地方呢做完之后把它执行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确不 有没有正确 试一下 如果今天输入55岁的话 enter应该会跑到壮年这个区块 OK enter看看 没错 所以这边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再按一个执行 如果说66岁 应该跑什么 跑老年 会不会老年 没错 OK 基本上的话呢 也就是说呢 你给他一个年龄 他就会按照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剩下来的 所以这个有点像第一关第二关第三关剩下来的 OK 这个逻辑可能你要想得很周严 不然的话有时候 好像少判断哪个部分那就麻烦了 OK 那这个部分请各位试一下 那做完之后的话 也许可以想想看那个另外有一体BMI的 这个BMI我想大家都知道 身高体重 如果BMI 那当然这边会需要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输入的话 假设我今天 如果以这个BMI 请输入体重好了 比如我的体重75公斤 enter 身高175 OK 然后把他enter 他这个输入可能要特别注意 那个输入的位置 给他再点一下后面那个地方 那身高的话呢 175 enter 那这个时候BMI 应该各位都知道BMI吧 BMI的话呢 那当然网路上有 你说Google BMI好了 他会有那个 你算出来的结果 这个好像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身高的平方吧 就是 身高的平方 然后应该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那最后其实会是小处点 所以Float 达到一个BMI 那如果这个值 假如说是介于是18.5的话 那就过轻 18.5到24是标准 所以如果你Range在这里的话 那如果是24到27是过重 过重 然后这轻度肥胖 因此类推 这个是我从网路上去找到的一个资料 那我enter一下看看 过重 OK 所以如果自己可以试试看 自己打一下自己的身高体重 网路上好像你Google BMI会有非常多啦 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我想这部分请各位试试看BMI这个列子 画面先欢迎各位 先利用那个刚刚那个多重逻辑部分 判断那个你是未成年还是青年 未成年多 所以我们是在两重逻辑里面呢 再增加了两个L L一符 L一符就是18岁到30岁算青年 30岁到65岁算壮年 那60岁除此之外 还是老年 OK 假设啦 那这个逻辑判断非常的重要 因为以后你无论写任何谁是啦 都几乎一定都会有逻辑判断的 所以这个逻辑判断千万不能写错 而且要写得很熟 最重要是 那个tab键一定要 下一阶 这个你不能跟他同一阶的话 那会产生错误 如果这一题练习完的话 也可以试试看 那个BMI的练习程 那BMI当然 那个相关的逻辑 相关的条件 网络上一定查得到 大概会有几个range 我这边的BMI是 怎么样呢 就是小于 这个18.5的话是过轻 18.5到24呢 是标准所以18.5到24 所以如果你的那个BMI值不是在这个range 那就是属于不标准 那24到27以下 那就是过重 然后再来就是轻度肥胖 中度肥胖 剩下来的话就是过度肥胖 OK 这部分的话也许可以试试看那个 要利用那个BMI 试做看看就是多重的逻辑判断